我栽栽那个是熊哦 国人爬上去了哦 姐妹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就是家里面会不会因为一丢丢的这种 浸泡酸皮的事情而生闷气 就比如说家里也没米了 然后这个米一直没有人去买 或者是这个米该谁给谁买 然后然后最后没买 然后就造成了不和谐 然后呢其实也没人讲什么 其实我这个星期我已经买了米了 但是还没到 我还特意买的五常大米 因为我想着家里面要吃好一点的米嘛 对不对 我一般都是把家里面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必备的那些我能够备上 我都得备上了 你看上个星期我带回来那几箱纸嘛 都是拿来那个就是挂到洗厨台 卫生间那边用的 然后饭桌上面呀 那个纸就比较少在 还有茶几上没有纸放嘛 我这个我又买了好几箱回来 因为那些都是必需品 所以说每次我就多买一点 就免得老是买嘛 还有腰说他们又喜欢跑到街上去撑那个散纸 那散纸都能用嘛 对不对 这个星期回来又是一车 洗后 这个纸比较轻在外面 我就把它搬出去 等下等爸爸来搬那些种点的东西 对不种拿过去帮妈妈拿 妈妈先火再下雨了 赶紧把火先了 哎好 慢慢 你去看爷爷 爷爷弄完了让爷爷爷来给妈妈帮忙哈 爷爷扛一箱纸回去咱 扛一箱纸进去啊 哎小姨你不拿啊 嗯 哇你看 狗狗越来越厉害了你看 哎呦呦 老鱼老鱼人 这个只一箱二十多块钱 好便宜哦 有多 哦 宰宰你那是熊哦 狗人爬上去了哦 妈妈看我 扛在底下 嗯 下来下来 通通过下来 来人小满来 给爷爷爷抱过去 抱到爷爷那边去哈 扛钱 我过去吗 对快去 帮了 来小姨来 你给爷爷抱过去快去 快 再拿过去来 来 拿到那边去 你要爷爷在外面吃饭 箱子里的东西 扛 扛下扛下 哎呦 我说总的行吗 坐 不要打死了好不好 爸爸 小姨 好不好看 好看啊 那你走嘛 爸爸把这儿收拾一下 这个一箱二十二十包 可以用好久哦 而且这种大包子的 安逸的很 要说 拿一箱拿去过去 拿去用 自己注意卫生哈 要说哈 这东西我给你准备去 你自己要用 见没有哈 家里面这种东西都是水消耗品 水都要准备去 嘿嘿嘿嘿嘿看看 二十二十包 我打包家的 就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 挖多的 然后又灶的这种 我放两层在客厅 放两层在餐厅 放两层在餐厅 用起来方便点 我得我吃一包 我得我到那儿放在里头 好 好 谢谢 可以了 很棒很棒 好 好 反正每次回家都是这些 琐碎的事情 反正你家里面 肯定是越弄越好 对不对 朋友们 拜拜了